在大家的潜意识里葡萄干只是一种们喜爱的零食,当看到这篇文章,才领略到葡萄干这么多的其功效。 葡萄干是一种很普遍的食物,它不像生葡萄有季节性,且价格非常便宜,一年到头都可以购买到。 你可别看葡萄干外形很小,不起眼,但是它却含有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。 1. 优点葡萄干的第一个优点是,经过脱水的过程后,由于它的成分被浓缩,所以就算吃很少的量,也可以充分地吸收花色素等有效成分。 2. 花青素花青素有抗氧化作用,可清除体内自由基,能有效预防黑斑、皱纹等老化现象。 3. 帮助胃肠道消化,排毒养盐能促进消化,因为它含有九石酸这种物质,可帮助胃肠道消化。 3. 葡萄干中的膳食纤维,还能吸附肠道壁的毒素,促进排毒。 4. 补血效果不次于红枣营养学家说,葡萄干含有丰富的铁质。 每天吃一把葡萄干,可以改善脸色苍白,手脚冰凉的症状。 研究还发现,葡萄干的含铁粮是新鲜葡萄的15倍,另外葡萄干还含有多种矿物质,维生素和氨基酸,是体区贫血者的佳品。 补血效果一点都不次于红枣。 5. 降低心脏病危险研究称,吃葡萄干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危险。 葡萄干还是多种抗氧化剂的重要来源,这些抗氧化剂有助于干扰胆固醇吸收,进而起到防治心脏病的作用。 且葡萄干内含大量葡萄糖,多种矿物质,维生素和氨基酸,对心肌有营养作用,也有助于关心病患者的康复。 说到此,相信大家都对葡萄干的好处有所了解。 但是,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种好处倍增,那就是用醋来腌渍葡萄干。 葡萄干与醋配合之后,葡萄干将变成酸性,使花色素更趋安定,并更高效地发挥出花色素的效果。 具体怎么做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醋泡葡萄干,堪比冬虫下草将葡萄干净一叶的醋,让醋充分地浸入葡萄干里面,这种做法可以获得比较高的疗效。 材料葡萄干一杯,食添粉,醋,天然酿造醋,一小瓶,一个能够密封的容器。 做法一,把一杯葡萄干放入玻璃瓶之类的密封容器里。 2,将醋倒入放至葡萄干的容器里面,一直到醋淹过葡萄干为止。 3,只要淹一叶,醋就会浸入葡萄干里面,使葡萄干膨胀了起来,时间越久醋进入越多,一天吃一大匙就足够了。 挑选优质葡萄干,外观以力大,壮实,柔诺略带糖霜,半透明,颗粒分散为上品,味道以甜蜜鲜纯,不酸不色为佳。 葡萄干的功效堪比东虫下草,吃了多年没吃。 每天吃几颗,效果超乎你的想象。 赶紧将这个粮方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